歡迎收看職人工具開箱單元 今天終於要來開箱一下 日本職人最常穿的空調服 如果你去日本玩的時候有看到一些工地 不難發現一定都是穿著長袖長褲非常熟規矩 夏天除了穿著像我身上的兩感排和衣 很多職人呢都會穿著空調服來工作 當然應該很多人都有跟我一樣的疑問啦 到底空調服有沒有作用 這種天氣來穿長袖是不是有病呢 所以我這一次準備了三套空調服做測試 然後結尾我會分享一下自己的實際體驗心得 第一套是日本網拍最便宜的款式 那第二套是木田舊款有刷的款式 第三套則是木田最新款無刷的款式 最便宜這款跟木田舊款其實蠻像的 但它可以直接插行動電源使用 這個就有好有壞了 好處是行動電源取得方便 壞處是行動電源只有供應 5伏特的電壓 所以這個風量是絕對不及格的 我們先把這三件的風扇都拆下來 然後在風扇上面綁一下這個塑膠繩 啟動之後可以看到差異其實蠻明顯的 風量不足的問題在於流汗袖口一樣會是濕的 我們來看一下這三件著裝後的差異 第一件可以看到只有背後風扇處微微鼓起 從袖口跟脖子排出去的風量很小 所以風都集中在背後的效果非常不好 第二件就是俗稱米其林寶寶了 衣服整個視覺都膨起來的確涼快很多 從袖口還有脖子的排風量明顯增加不少 帽子戴起來的效果會更好 因為風就會直接灌進腦後方 第三件應該算是最棒的版本了 衣服不會太膨 然後排風量也很穩定 可惜衣版這邊伸縮做不夠多 依照我目前的身材還是縫隙不少 最後要來分享一下實際體驗心得 差異性在哪邊都幫各位整理好了 第一件便宜的基本上是不推薦啦 因為使用一陣子以後風扇就有意義 效果也蠻有限的只有些微改善 主要風量不夠大會導致我流汗袖子一樣都濕的 第二件是木田舊款有刷的版本 第一個外觀太膨會變得很稠 第二個也因為它是直接在衣服內循環 所以只要稍微擠壓到的效果就會差一些 另外有刷馬達的聲音非常大聲 但這也是舊產品的無口後非 第三件木田新款就做得很好 風扇不但採用無刷馬達比較小聲也比較輕 內裡改成內循環的方式 除了往體內送風之外 開孔處都在關鍵脖子跟腋下往袖口這邊 所以就算擠壓到也還是能集中送風 空調服要量的關鍵在於我一直提到的這三個地方 袖口跟脖子的位置都要能通風 就跟家裡太悶熱最好開窗讓空氣對流一樣意思 新款還有一樣配件是搭配冰袋使用 這個效果也蠻不錯的 除了感覺到冰袋本身的溫度外 風在對流的時候也會降溫 就是更換上稍嫌麻煩了點 還有蠻多人應該會關注 續航力大概能吹多久 像木田這樣12伏2.0的電池 如果開強風能吹兩個半小時左右 當然4.0就可以吹5個小時 基本上不太會開弱風來吹 除非是進到空調房那改弱風就會很涼快 另外也會有人關心騎車能不能穿 其實騎車我必穿空調服 第一個長袖斷絕紫外線是一定要的 再來等紅燈真的超舒服 直接停大太陽底下也是沒問題 因為脖子這邊也會有風跑出來 所以連帶安全帽都讓我減少出汗 焊接液我覺得也非常適合 因為焊接需要接氣體通常不能吹風扇 尤其雅焊這種不會噴溅的最好 當然如果是電焊或CO2焊接 前面最好就是加一件焊接用的圍兜兜 整個體驗下來是非常適合台灣的 當然不可能說你穿空調服就無敵不會流汗 但是減少出汗是非常有感的喔 我平常都在鐵皮屋工廠內都不動喔 整個人就一直狂流汗用滴的了 但是穿上空調服再配條頭巾 就都沒遇到汗滴下來的困擾了 或整套買下來不算便宜 如果你電池架構下去可能六千到一萬不等 但是花錢要值得了嘛 我的考量是水冷上或移動空調也差不多價錢 但是受限電線長度的關係 沒有空調服的靈活性這麼高 像家裡太熱你會裝冷氣 工作太熱更應該去添購這種個人裝備 嚴格來說它已經算是身材工具了 工作就這麼枯燥乏味了 為什麼不讓自己做得更舒服一點 日本這種空調服都是很常見的 下次有好工具再開箱給你看 掰掰